2023年不管它对你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 顺利的或者是有点困难 总之2023年快要下台一举功了 在12月的此刻 2024年即将到来 那我知道我们小时候都许了很多的新年新希望 我们总编运书房也要来就一个佛法的观点 修行人的观点 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明年的祈愿 新年的祈愿 总编运书房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众生文化总编辑黄敬雅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空中谈心的时间 这次我们要谈的主题是新年的祈愿 我们一样请到我们的七家小编 圣文老师来到现场跟大家分享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开心跟大家又在空中见面咯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明年2024年的新希望 对 圣文老师他是在国小教小朋友 那小朋友作文每年都会有新年新希望 我要做一个乖孩子 我的功课要进步 小孩的新年新希望大约是这样 对看起来很单纯很可爱 充满通真的感觉 那我们的圣文老师 新年新希望是什么呢 我们透露一点小秘密 我们圣文老师是三字头的 三字头的就叫做青年 那我们看看三字头的青年 会有什么样的新年的祈愿 那因为我们时间 节目时间有限嘛 所以我们就只给三个愿望 哦 只有三个 好 那么好 当然这三个愿望里面 你可以有相关的附属愿望 但是我们就 哥提出三个愿望来看看 原来圣文老师是有这样的愿望的 好 那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 首先第一个我想 应该就是跟工作 比较直接相关的 因为明年暑假开始就会换处室 那我们现在在总务处 那祈愿呢 明年的工程 就是地平收散 四百多万的工程 然后希望一切顺利 能够把它如期的执行下去 成功圆满这样子 那在第二个愿望 就是跟家庭的关系 就是我希望明年能够花 更多的时间 能够好好陪伴我的家人这样子 因为现在比较 也是很少回去啦 就是一个月可能还回去 看一下父母亲这样子 然后想说多花一点时间 陪伴他们这样子 那第三个就是 有关义工服务上面 这个部分 因为今年有接了一个组长的工作 那我想说 新年新希望 在组长的份内的工作 希望能够更有逻辑 更有条理的去 跟我的组员们一起合作 然后把它做得更近善近美这样 以上是我三个面向的分享 新年新希望 谢谢 好 第一个就是工作上的 第二个是家庭的 然后第三个是做义工的 这个做义工的工作 其实是盛稳的修持 修持团体所衍生出来的 那表示盛文老师 他是有带领能力 有组织 逻辑的能力这样子 谢谢 谢谢 还要再进步 再加油 谢谢 那我说点人话 你没想要 明年的新希望是中乐透吗 因为我怎么 那个连发票都没有中过 很少中过 抢了 真的吗 不敢说望 真的吗 你是没有横财的命吗 好像没有 所以连发票都没中过 有 但是机会很少 几乎两三年只有两百块这样 对 好 我们往好出向 我们是正财的命 所以没有偏财的运 你会转念很棒 好 关于中乐透这件事 如果你有这样的 新年新希望的话 也很正常 因为我们 作为普通老百姓 很多人要缴房租 很多人要缴贷款 然后万物飞涨 就是现在随便买个东西 都很贵 所以很多人是有经济压力 想要中乐透也很自然 我个人偶尔也会飞过那妄想 就是经过路口的彩券 也会飞过那妄想 觉得我的福报 会不会再这一次成熟 然后就解决我的贷款压力 不会每个月都赤字这样子 但是乐透这件事情 我也很心平气和 我知道如果我过去是 没有中乐透的因的话 这辈子怎么努力 都不会有中乐透的果 那如果我过去是 有中乐透的因的话呢 这辈子要去买乐透 就有机会 对 因为民族人不切 曾经说过这样的故事嘛 就是有个老婆婆 跟上帝祈求说 让我中一次乐透 我要留点钱给我的孙儿 然后求了三次 她都没中 后来老婆婆要撂狠话了 再不中我就不来教堂了 然后上帝就轰隆隆的 从天空发出声音说 想要中乐透 至少你应该去买乐透 好像也是 如果你不买乐透 怎么会中乐透 对 那我们在这里 不是纯说笑话 它有一个逻辑 就是你如果想要有所求 要有这个愿望 你要朝这个愿望努力 你如果完全不努力躺平 那个结果是不会来的 不会自己出现 即使是买 中乐透这么简单的事情 你都要去买乐透 你才会有机会中 对 那何况是其他的事情 不管你是 你想要减肥 或者是你工作上 修行上 想要有所进步 就像你只有去买乐透 才会中乐透一样 只有真的去努力工作 或者是努力修行 才会有机会 往我们祈愿的方向发展 你才真的有机会 实现我们 现在年底所许的 新年的祈愿 或新年新希望 所以这是公平的 所以这个故事 它真的 明秀人们先说 那个故事 真的不是那个 纯粹说笑话 而是告诉我们 如是因如是果 如果你不承重下那个因 你想要收获那个果 这不公平吗 不公平不可能 所以 不只是中乐透 要去买乐透 我们想要 得到任何的成果 其实都要 往那个方向去努力 你说的没错 真的好好 那我自己的 新年新希望 新年的祈愿呢 好喜哦 好 静雅老师是比较 严肃的老人家吗 一样年轻 第一个 我的祈愿是 希望我的老上师 看不足 静家错人不切 长寿健康 那我的老上师 看不足静家错人不切 是我学藏传的 第一位老师 他开启我 对佛法的热情 我高高兴兴的 一路很兴奋的 学到现在 都是因为 足静人不切 我刚认识足静人不切 就觉得 哇 我是不是遇到一个 外星人这样子 如此的迷人 足静人不切 所以说的任何话 我们都没有想要不做到 做不到或不做 只有想 怎么努力做到 即使最后 真的没有成功 但我们真的 朝那个方向 努力过了 他就是这样一个 在法教的里程上 给我第一桶金的人 让我觉得富足 不过那个时候 就真的幼儿园程度 就是学得高高兴兴 但其实是个不成样的 不会 那个过程 对啊 真的很珍贵 超棒的 那足静人不切 明年三月一号 已经九十岁了 年事已高 所以人不切 近年来都是在 尼泊尔 加德满都的 圣圣林 特丘利尼市 是休养闭关的状态 那弟子们到尼泊尔的时候 会去拜访上师 跟上师领礼 那虽然九十岁 很高兽了 但对我们来讲 我们还是要继续 祈愿人不切 长寿健康 长寿健康是白话文的 以法教的语言 叫做长寿注视 长转法轮 那我们也祈愿 世界上所有的 纯正上师善知识 能够长寿注视 法轮长转 为什么 因为可以解脱痛苦的正法 是因为有了这些上师 他的教学 他的指引 所以才能够正法注视 我们才会有 学习解脱的希望 所以所有的一切老师 包括我们认识的 明知人不切 寿宁人不切 尊者德来喇嘛 感情人不切 本来人不切 我们认识的一切 上师善知识 都希望他们 长寿注视 法轮长转 我们都有 亲近的善姻缘 跟他们学习 然后跟他们学习的时候 让我们的心打开 让我们走在 法教上的道路 能够更稳健 更通向解脱 更有能力利他 超棒的 第一个愿望 是这么的迷人 再让那个垢面 真的是很棒 对 但其实源头是 我个人的小愿望 希望人不切 长寿宁人 但我们佛法的许愿 都不会只许自己的 对啊 你会想到说 那小的观照面 是这样大的观照面 会是什么 那就是 整个世间的 所有上师善知识 我们永远会记得 比较大的观点 然后第二点呢 第二个新年祈愿 我希望世间没有战争 希望乌克兰 还有尾巴战争 在加萨走廊 正在发生的战火 都能够平息 这个有点困难 但我们还是要这样做祈愿 如果集合很多人 殷切的祈愿 也许能够形成一种 稳定的力量 让这件事情早点成真 那这当然关系到 一些定业 业力的问题 还有两个族群之间的 世代仇恨的问题 事情很复杂 但那不是我们管得到的 我们能做的就是 从我们这一端 不断地为这件事情 做好的祈愿 祈愿战争早日平息 没有任何人在受到伤害 祈愿这些国度的人们 都回复正常安乐的生活 那这看起来有特定的目标吗 那我们就像前面说的 除了特定对象的祈愿以外 我们还要扩大层面 或者是我们拉回 另外一个方向 拉到另外一个方向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心里的战争 也要窒息 我们心里有没有打过战争呢 有咯 很常哦 对 我们因为大事小事 有没有发火过呢 有咯 然后有没有 因为这些心里的战争 而伤害别人 伤害自己呢 有咯 那我们祈愿外在的战争能够止息 我们也要祈愿内在的战争能止息 那内在的战争止息 这个事情我们就可以努力 对 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利用禅修练习 不断地训练当下的正念 觉知 当我们对某些事情觉得卡住 觉得开始不爽的时候 有警觉性 觉察那个情绪来了 情绪来了 会要冒火 有烟了 有烟的下一刻应该就有火了 觉察力 当下的觉察力 这是我们平常就可以训练自己的心 那万一你还是冒火了 觉得被冒犯 被伤害 要除了觉察以外 我们要有定力停一下 停一下 就是你其实已经冒火了 但我们要让自己有能力 停一下 身与意 如果意已经动怒了 微微的 即使别人看不出来 但你本人知道 你的语根 身 就是嘴巴不要说骂人的话 或者写一封骂人的line 或者mail这样子 让他变成不可收拾的 的业果 然后身体不要做任何事情 就静静坐下来 觉知我们的愤怒 看着心中的怒火 它是真实存在的吗 不管用止禅的方式 或者观禅的方式 总之我们练了八百招 这个时候该哪来用 太伤用场了 对 用开心禅第一阶的方式 也可以吗 看着那个情绪 看着那个情绪 那当然我们 我们可能会有隐藏的动机 就是想要消灭那个情绪 但是开心禅一阶 会告诉我们先觉察 然后跟他同在 然后如果一时没办法消融 就接纳 其实接纳的时候 已经在放松了 那一再地这么做 至少他不会成为 不可收拾的业力 对 同时他也是在疗愈着我们 对 同时也在疗愈着我们 然后一再这么做 我们就比较会 没有心里的战争 也可以用祈愿的方式 像不动佛的祈愿 就是我祈愿 我多久的时间内不生气 像不动佛是直至正菩提 都不生气 超厉害的 到成佛以前都不生气 这样超厉害的 那法王噶妈爸是发愿 尽行寿不生气 就是我这辈子都不生气 那我们这一款 小家小户的 我们就练习 今天早上不生气 对 想目标左手 想目标比较容易达到 有成就感 或者今天不生气 2024年不生气 哇 感觉做不到 那至少我们可以 有一个祈愿就是 愿2024年 我的心里没有战争 听起来这么香 很peace 很棒啊 这是一个祈愿 那为了这个祈愿 能够梦想成真 我们就要付出相应的努力 就像想种乐透 要去买乐透一样 谁要不生气 我们要提升 自己当下的觉知 要有定力 然后用慈悲禅修 让我们的心能够放松 柔软 同理 用随喜的禅修 能够看见别人的好 能够感恩随喜 哇 真的 然后用平等舍的禅修 了解一切众生都 一样是有痛苦的 然后他们也都是追求快乐的 当我感受到痛苦的时候 其实别人也有痛苦 我不必太夸张自己的痛苦 事先比我痛苦的人多很多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除了不觉得孤单以外 也会把我们当下的情绪 能够比较自然的消融掉 平等舍的精神 平等的精神 对这一点很有帮助 我的第三个愿望是什么呢 第三个愿望就是 跟羞耻有关 其实跟森文老师的 第三个愿望一样 也都是跟羞耻的领域有关 那我刚结束一个闭关不久 就是村里仁波切带领的 线上的大圆满场闭关 我觉得非常的好 那我的祈愿是 希望2024新的一年 我能够在心性教法 在本觉教法上面 能够有更稳定的增长 我能够把教法带到 生活里面工作里面 不会形成一工作 就没有教法的那种 好像你死我活 有工作就没有心性教法 然后安住在心性里面 就没办法工作 这样显然是有状况 因为没有办法骗 我希望那个界限 是越来越自然的融合 我希望自己能够在 心性教法上面 更真正的精进 那我在闭关当中也发觉 以往经常直接阵入阵形 所以对于前行做得不够 或者是不扎实 那就像助跑不够 所以你不管跳起来或跑起来 其实你的力道因此不够 那在这个闭关当中 我更感受到前行 那个助跑的重要性 我觉得心性教法 是一条让心自由的解脱之路 也是让自心的力量 能够真正开启出来 让自己能够比较好的利他 比较好的利他 是我们现在自认为 在做一些利他的工作 其实都很杂染 带着自己的喜气烦恼 还有有局限的关照 所以其实有时候 也是个添乱的咖啰 所以我们动机良好 但行为白目 希望因为心性教法上面的 稳定增长 能够让自己在为法服务 在利他的工作上 品质能够真正的改善 我们对于以往 带着烦恼 补读成见习气 做这些为法服务 利他的工作 感到很抱歉 因为感觉好像 端给人家一杯咖啡 里面掺了灰尘一样 就是有杂质 感觉很抱歉 我不是故意的 我有尽量做到最好 但我的能力所限 就是给你有杂质的东西 那也希望我因为 自心的修持 而让自己的纯净度更高 纯净度更高就是 越来越转向自心的本质 因此开发出自心本质 里面的慈悲 智慧跟力量 而让为法服务 跟利他的时候 能够更趋近于完美 完美是一个不存在的一条线 因为你服务的人 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你自认为全心全力 但可能人家觉得帮帮忙 你的程度好差 可能人家是这样觉得 或者是他感受不到你的善意 你所做的他可能不受用 这是有可能的 那这就没办法了 我们只能尽量做到 我们这一端能做的 注意自己的生育意 注意自己的动机 但是不苛求结果 因为结果有点没办法 掌握 对 就不能太要求 结果一定要进入人意 这是我的三个愿望 听完静雅老师的眷望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静雅老师 你的愿望都是地他 然后都是那种 散发的温暖的爱的感觉 然后特别到第三个 我很欣赏就是 很惊讶您对自己的那种 自我觉察能力 自我反省的能力 我觉得很温暖 很有温度 祝福您的愿望 都能够圆满成功 对 我也祝福盛文老师的愿望 都能够美梦成真 谢谢 真的很棒 那那个第三个愿望 就是我的菜咯 我的菜就是 我就是喜欢星星禅修 星星禅修非常的美味 它的美味程度是超过 世俗上很多享乐的事情 做这件事 我就是津津有味的做着 超棒 那大家如果将来有姻缘的话 可以 可以想办法让自己能够接触 然后进入这个 星星教法修行领域 如果你跟敏州仁波切比较有缘的话 你可以去参加开心禅 然后修完开心禅三街 你就可以进入解脱道的修行 解脱道就是星星教法 大手印星星教法 就是我在讲的 那个连结自新完美的本质 让自新本具的力量 完全开现出来的 这个练习法 那如果你是跟 丛宁人波切比较有缘的话 你可以去上 维系生 上完维系生之后 你就会有资格上 立断 那立断教法里面 讲的还是一样 只是换不同的名词 立断教法里面 讲的是如何 愿出本觉 安住在本觉 那一样是 非常美好的 自新本性的教法 愿这么美好的教法 大家未来能够 亲自地体验到 对 一定很棒 好 那我们今天一样 要以一座短禅修 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那因为今天是 新年 新希望 新年的祈愿 我们要做什么禅修呢 在禅修里面 除了安住修跟观察修之外 还有一种叫做 意乐修 意乐修 意是意念的意 快乐的乐 意乐修 你可以说是祈愿 就是有点像是 向未来更美好的 自己喊话 或者是在心里 比较深的地方 种下一些善种子 很殷切的 跟更美好的自己 跟未来的自己 下订单 叫意乐修 但是这个意乐修 通常会是 跟佛法有关的善的祈愿 你这个意乐修 可能就比较不适合说 我要中两亿 他说世俗感太重 或者两亿 现在有点少 十亿好了 可能不是这样 我们的意乐修里面 会是跟佛法有关的祈愿 那你可以心里想一下 可能你的清单也不必太长 因为太长可能会造成散乱 你给自己三个 三个愿望 然后就在心里头 默默的祈愿 默默的发愿 那希望一切 空行护法 都能够来守护你 达成这样的善愿 然后上师善知识 能够教导你 能够让这样的善愿成真 好 我们来做这个 意乐修的小禅修 好 一样 全身放轻松 脊椎松而直 这是身体的要点 为禅修提供一个 很好的基础 接着我们先让心 放下放松 在当下自然的状态中 你就能够借会 称它为开放的觉知 或是无所缘 好 接着 我们想一下 即将来临的2024年 你在修持上面 或者是在善法上面 佛法修行上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祈愿呢 我们做三个祈愿 比如说 祈愿自己 能够常常连结本质爱 而觉得幸福 而开展自己的慈悲 或者是 祈愿我能够 对自己的起心动念 更敏感 因此有机会 做业力的主人 因为念头 是业力真正的源头 过去所做 已经做了 但是我要掌握 自己未来的业力 所以我要 对自己当下的念头 是敏感的 能够了解 自己当下心念的状态 不管是要暂停 或者是要调整 总之我愿 我有当下的正念觉知 觉察当下的心念 而能够做业力的主人 又或者是 愿我能够 让自己的身与意 修持得更好 而拥有 更好的利他能力 当我为法服务的时候 品质是 更好更纯净的 为了美好的法教 我愿意让自己更好 我愿意 修炼自己的身与意 让自己成为一个 清净美好的法器 你可以有你的版本 我们心中默默将其愿 愿空行护法守护 愿上师善知识教导 愿我们的善愿成真 好 接着再回到 自然的状态中 放下放松 在开放的觉知中 休息一下 好 这就是一个 你可以说 异乐修或祈愿的小禅修 带领起来很舒服 谢谢静雅老师 对 异乐修 今天有学到一个咯 对 我们比较常听到的是 安珠修跟观察修 其实也有异乐修 异乐修其实 你也可以说是像 普贤行愿品那样的 祈愿的禅修 是有的 然后我们用桌上修的方式 就是有前行 正行 节行 这样会让它的力量 更强一点 因为我们更专注 所以它的力量就更强 哇 好棒哦 就是用这样的作为 2023年的ending 迎接2024 好有意义 好 我们一起加油 让自己更美好 就有机会让世间更美好 对 好 那我们就下周 再分享别的主题 放下放松 让心休息 找回最好的自己 总编于书房 我们下周见